哈喽 大家好 今天呢 咱们来介绍一个专线机场啊 这个机场的名字叫泰坦 25元200G的专线机场 然后机场主呢 也是比较大方 让咱们抽三个奖品 就是评论区里面点赞评论的用户呢 抽三个泰坦的岳父 岳父啊 就是25元200G那个岳父 好的 那接下来就到了正式介绍 泰坦呢 这家机场算是Tag机场 就是咱们以前推荐的一线机场 落地非常全面那个机场的分站吧 相当于是分站 泰坦机场的技术呢 也是Tag机场的技术 从几点能看出来呢 落地和Tag很像 然后中转机员呢 也是从Tag拿的 你可以看作是个分站 目前来说呢 它接入了1G的专线啊 然后好像是分开接的吧 广港加护日啊 这两个 加一块是2G 反正目前使用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 本来从缩瓦跑路之后呢 他们家的用户就开始飞度上升 现在体验还挺不错的 机场主说呢 后续会开放到3G的专线宽带啊 这个在二线机场里面不算太高的 但是他们家的机链质量比较不错 然后套餐的性价比呢 其实是越来越高的啊 就是25元200G嘛 然后40元是500G 70元是1000G 100元是2000G啊 也就是说单价的话 25元200G还不到1元10G的这个单价 但是100元那个套餐呢 就到了1元20G这个单价了啊 还挺好的 不过我还是建议买25元200G那个 华为云入口的专线也是广港专线加护日专线啊 对于拉东南亚以及日本美国美洲这些地方的间来说呢 广港加护日就够用了 也是华为云专线的入口 然后他们家呢 还有色情的EMBY啊 就是共享媒体库 对 是那种色色的共享媒体库 必须挂他们家的节点 然后注册去使用呢 给大家看下价格 价格25元200G 40元500G 70元1000G 100元2000G嘛 然后在线客户端数呢 你可以看成是在线IP数 这是根据你的IP来定的 假如说你在软路由上挂的话呢 软路由下面的WiFi 连接不管多少个用户都是算一个IP的 然后寄付呢 就是三个月的价格 半年付呢也没有优惠 是六个月的价格 年付呢是十个月的价格 新用户注册呢 体验套餐是十元十个G 嗯 挺贵的 你消息两天 在这呢 看一下他们家的节点分析吧 他们家的入口呢 有两个嘛 这两个 然后 呃 落地呢 能看出来落地的节点质量还是比较好的啊 有好多不常见的面孔 像UpCloud的 像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呃 KIRNO 这个比较常见啊 呃 还有一些 反正大家就自己看嘛 直接落地 落地质量是不错的 流明体呢 能看出来 流明体对 其实对迪士尼的支持不算太好 但是奈飞的支持很不错啊 香港 新加坡 日本 美国 德国 英国 这些都有的 还有阿根廷曲 嗯 Xbox用户狂喜 测速图呢 能看出来 刚才测的这个 其实我本地还跑了另一个测速 于是跑了个 600兆左右 然后 以前测的话呢 这个是我煽动移动 这个是我煽动电信 都能跑出个800兆左右啊 也有网络峰测的 嗯 给大家看一下实际速度吧 找一个4K看一下 13万 往生意灌一下 秒开10万 然后12万 15万 这是4K啊 不是8K 因为我这个电脑看不了8K 太心酸了 4K也是能秒拖的 秒拖的 17万左右 其实我这个视频是录第二遍 录第一遍的时候呢 是能跑到个26万左右的 用的是他们家的新加坡的节点 体验还是很好的 为什么我推这家机场呢 主要是因为 它有上游泰坦给它兜底 对吧 虽然开业时间不算长 但是也非常的不错 嗯 本期视频呢 机场主也会提供三个月付嘛 三个月付 然后抽奖的方式呢 就是你点赞评论 然后我回复给你他们家的那个那个 你注册好之后呢 你把你邮箱 at就那个QRA前面那部分回复给我就可以了 嗯 大概是四五天之后 我会在评论区里面开讲 本期视频也是挺短的 没多少好讲的 他们家就是流媒体不错 然后呃 专线入口 也算是常用的入口吧 华为云的成本也比较贵 比一般的广告入口要贵一点 然后落地也挺好的 价格也中规中矩 呃 据我看来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开演时间不算长 这个呃 毕竟他有上右tag兜底嘛 所以说我也是推荐了 放到他们的测速博客里面了 那听听的视频呢 就先到这 咱们下一期见 拜拜